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回來收看新一節師兄陳述 今節因為我覺得這樣拍出來白道母才拍得到它很漂亮 所以就關燈打燈 為什麼無端端說白道母呢?因為其實這個白道母是我新買的 我覺得很漂亮的流離造,很清澈,因為白色照著燈很優雅 所以就跟大家說說白道母是什麼 其實在藏傳佛教裡面有21個道母 其實在我們民間經常接觸的道母有兩位 一個是白道母,一個是綠道母 而這兩位道母其實是什麼的由來呢? 因為我曾經聽過有人說過,有幾個說法 但是最終我跟書說 但是聽過的說法是什麼呢?有人說道母是觀音的眼淚 白道母和綠道母是觀音的眼淚 而幻化就是衍生出來 我覺得又不奇怪,這些神佛的緣起未必有邏輯性 但是根據書所說的,白道母其實是觀音的化身 就不是什麼觀音的眼淚 白道母也是列入長壽三尊的其中一位 白道母、長壽佛和尊聖佛母 三位都是長壽本尊 如果有些老人家,家裡有老人家想讓他身體健康 再活多幾年 可以收一些白道母的心咒 專聖佛母的心咒或者長壽佛 即是母兩壽佛 那些經文、咒等 回向給他那位老人家 讓他可以叫做老當易壯的意思 長壽 白道母和綠道母的分野 如果純粹不講顏色上,只是看他的眼看到 因為白道母有七隻眼 分別在他面上有三隻眼 正常我們兩隻眼加上額頭那隻眼 而手、腳各有一隻眼 即是說每一隻手都有一隻眼 腳每一隻腳都有一隻眼 總共有七隻眼 所以白道母就是這樣分辨到 而綠道母就沒有的 沒有手、腳、沒有其他眼 所以如果你純粹說 張相片是黑白的 那你只看這件事都可以分辨到 他究竟是白道母還是綠道母 那在二十一道母裡面 其實我以前第一次歸醫的時候 就是去做一次叫做二十一道母的會供 哇!很大件事 我記得當時那天的時間 因為我是新接觸這個物教 即是花教 那歸醫當日呢 那他剛巧遇到那些二十一道母的會供 那坐著不知做甚麼 聽他們唸經 那他又給你一本書一起唸 但其實你不知道要唸甚麼 那祝書起碼唸了兩個幾 差不多三個小時 哇!我整個人都瘋了 那但是老實說 如果有些網友 即是覺得自己 那個運程 或者是有時候好像頭頭碰著一刻 其實如果有些朋友 自己身邊有朋友 是懂得一些叫做 這些這樣的 密教的一些法會 即不是你們灌頂法會 不是那些甚麼灌頂法會 真是一些收法的法會 那你都可以參與一下 即是去叫做 跟他們一起去打一下 再念一下這些這樣的 做一下鬼功 其實捐少少錢都一定會有的 可能叫做一二百元 又不是很多的 這樣之下 其實 我自己個人覺得 當時我歸醫之後 做過一次這個二十一度母的會功之後 我那一年 老實說我覺得運程不差 但是當時我不覺得 但是我是回想之後 即經過那件事之後 我發覺 好像我的運程那一年是 幾好 幾順利 所以那些網友如果是 本身覺得是 相信佛教 而又想嘗試一下這些 其實如果有機會 遇到這些法會 都可以參與一下 不錯 不錯 而在百度母裡面 其實當有些 即我跟書去講 其實百度母在民間 好像你們有時見到一些唐卡 一些叫做 在網上見到 百度母的畫像 也好 其實它畫出來的畫像 那個樣貌 是有少少像一些少婦 即是年紀比較大 少少 可能是那些三十幾歲的感覺 但其實百度母的緣起 那個真正的法相 其實是一個十六歲左右的少女 就不應該是一些 即叫做年紀 變成太太那些 所以在藏傳佛教裡面 其實人家畫唐卡 都很有要求 即是不會說是 即是亂來 即是隨便畫完之後 加回你的手腳 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它就很多個 即是叫做 要求上 又會有這些這樣的差別 所以要認識 即是見到 如果是百度母的畫像也好 大家都要分辨 它其實那個 究竟它是 是不是真的 百度母本身原有的 應有的那個 年紀 去演繹出來 而百度母呢 手上 即是 除了容貌之外 其實見到的頭髮 因為我這尊 就流離看不到頭髮的顏色 其實百度母本身頭髮 是黑色的 黑色 它就叫做半摘了 這個計 在頭頂 另外呢 就是有一半 就垂了下來 再另外一點 就是披散 這樣 即是叫做 呃 不是完全很工整 這樣 其實它這些 這樣的造型 或者它七隻眼的造型 其實是有意思的 七隻眼的造型 是分別呢 叫做 在我們的六度輪迴 六度裏面 即是叫做管理六度裏面 即是阿修羅度 地獄度 惡鬼度 宿山度 天度 但怎樣會有七隻眼呢 第七度是甚麼來的呢 原來它在第三隻眼的時候 就代表了阿修羅漢 即是我們那些南傳佛教所說 那些龍波 得道之後就成為阿修羅漢 那其實原來阿修羅漢呢 在白杜姆的法相演繹出來 阿修羅漢都是在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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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鏈的狀態上有三鏈 一鏈是盛放的 一鏈是正確開的 一鏈是有小小叫做 好像叫叫 叼謝這樣 其實蓮花的三種形態 就代表過去現在未來 是有意思的 其實壯傳的唐卡 壯傳的佛教裡面 那每一樣的衣飾 耳環 頭髮 面容 所有的東西 其實它對每一樣東西 都是有一個講究的要求 而不是說純粹覺得它不錯 跟著就弄上去,跟著就好像以為是 好像他戴著那條頸鏈,都有分短、中、長 可能我這個也看不清楚 因為都見到他有一條頸鏈長到差不多肚子 中的位就剛剛胸以上 短的條就剛剛在頸位下,剛剛三條 意思也是代表三,即是叫做三勢的意思 所以他們這些代表都會有不同的意思 可能在一個道母裡面,連他的要求的衣著上 褲、裙、腳、腿上有裝飾的花紋,全部都有意思 所以如果一般的網友接觸一些藏傳佛教 尤其是如果請一些流金像,因為流金像 看不到是綠色還是白色 即是百道母、六道母都有流金像 那你就要懂得分去 其實六道母就沒有那麼多隻眼 百道母就有七隻眼 最簡單這個,他的手印 手印是結一個什麼手印 那這些全部就在藏傳佛教裡面的神像上 就會出現到這些西微的改變 令到這些人其實當你去欣賞一個藏傳佛教的佛像 跟我們叫做藍傳佛教的佛像 其實是有少少分別的 藏傳裡面每一樣東西 每一個色品、每一個手印、每一個望左望右都好 其實是有意思的 就算他頭頂戴那個寶冠 叫做五佛寶冠 我沒有記錯應該 因為他有五個角 這些就是藏傳佛教很多時候出現的一些法上的東西 純粹這一節就給大家看一下 只不過小弟覺得這尊白道母很清澈 感覺很優雅、很寧靜 所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又講一下白道母的小小分享 給大家聽一下 這節就是這麼多 我給一些照片 看看可不可以給一些照片 是白道母的唐卡那些 給大家去分辨一下它裡面的東西 應該是對的法上 那這節就是這麼多 遲些有什麼機會再想起有些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這麼多 訂閱我師兄神食國頻道 拜拜